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金曲芬多金 花東金曲獎唱會 這個週末在花蓮首度登場 分別邀請到金曲製作人、歌手陳威權 還有王洪恩 以近距離方式和民眾聊天唱歌 並分享在職業生涯中的心路歷程 吸引了不少民眾前往享受愉快的午後時光 今天我們請到的音樂製作人是誰 陳威權 好的 歡迎我們威權 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金曲芬多金 花東金曲獎唱會 這個週末在花蓮首度登場 分別邀請到金曲製作人、歌手陳威權 及王洪恩 以近距離的方式和現場民眾唱歌聊天 場面超熱鬧 因為王洪恩的歌我已經聽23年了 那今天剛好有時間 所以就來花蓮去聽 因為我出台北 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就蠻輕鬆的 就可以聊天 這場活動邀請到八位金曲獎的歌手製作人 從7月1號開始一直到9月24號 在花蓮台東各辦舞場共10個場次 希望激勵花東兩線青年 除了愛好音樂也能朝正確方向堅定努力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我們用一種小編制的方式 或者用講唱的方式 跟所有的觀眾們 還有這些歌手們的粉絲們 讓他們能夠有機會 近距離來跟他們一起聊聊天啊 聽他們唱歌 然後知道他們現在的境況也好 或者是從他們的所有的 跟音樂有關的一些工作上面呢 去了解他們的一些堅毅挑戰性的一些工作 如何達到他們想要的一個堅持的理想 這是我們這次辦這樣的一個金曲獎唱會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還有我們希望能夠激勵花東兩線的青年人 能夠愛好音樂之外呢 也能夠從事這樣的工作 希望透過他們的角度來分析給大家聽 然後如何讓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音樂路上呢 能夠有更多的資源也好 還有他們想要去發揮的一個方向 能夠更堅定對他們的愛好 能夠繼續努力 在花蓮的五場活動分別邀請到陳威權 王洪恩 王瑞瑜 朱海鈞 以及徐世惠等實力派金曲歌手 下個場次8月13號也將由民歌王子王瑞瑜 在花蓮市浩克文化會館現場分享 歡迎民眾胡朋引伴一同前往參加 記者 徐立晴 花蓮市報導 我相信你們的心境都 來到